美国作家密奇·阿尔伯姆的作品《相约星期二》 如果喜欢,可以分享给更多爱读书的朋友 《相约星期二》是作家密奇·阿尔伯姆的自传体长篇纪实小说 心理学大师斯科特·派克评价这部作品为 一部满怀爱意写旧的作品 以杰出的清醒和智慧呈现了复杂人生单纯的一面 一个垂死的老人给一个年轻人上了一堂人生必修课 疗愈了成千上万饱受伤痛折磨的读者的心灵 身处高速发展生活节奏快的当下 如何让自己从焦虑中走出来 沉下来思考人生的意义呢 思考人生是一个很深很大的话题 如果没有深厚的人生阅历 并对此进行深度思考的人 是很难说好这样的话题 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谈人生呢 引用作家于秋雨先生在本书的推荐序中的观点 这个人应该是位老人 不必非常成功 却一生大劫无亏 受人尊敬 且时日无多 又告别人生的想法 对人生有着透彻理解的人 这样一位老人就是本期共读 相约星期二中的主人公 一个行将就目的老人 莫里·施瓦茨 莫里是布兰黛斯大学的社会学教授 她是位优秀的老师 出生于1916年 芝加哥大学毕业 社会学博士 自1959年到布兰黛斯大学 担任社会学教授 直到1994年 身患肌肉萎缩性测索硬化症 即溅动症后 身体无法自控 年过古习的老教授 才选择离开课堂 回到家中休养 见痛症早期的症状是感到无力 肉跳和容易感到疲劳 刚开始是四肢肌肉开始萎缩无力 出现吞咽困难 最后发展到呼吸衰竭而死亡 虽然病痛摧毁了莫里的身体 但是她的思想依然犀利如稀 莫里老人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 面对病痛带来的身体 与心灵层面的折磨 面对一点点衰竭的身体 是比直接走向死亡更加残酷的痛 但莫里以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 并化解病痛 作为老师 莫里将这种心态上的自我调节上升为课程 并对她的学生说 有一个哲理需要记住 拒绝衰老和病痛 一个人就不会幸福 因为衰老和病痛是谁都无法避免的 不管你是否愿意接受 它都会如期到来 如果你为此担惊受怕 又无法拒绝它的到来 那你还会有幸福吗 莫里老人 由此得出结论 你应该发现在生活中的 一切美好真实的东西 回首过去 会使你产生竞争意识 而年龄是无法竞争的 我属于任何一个年龄 直到现在的我 你能理解吗 我不会羡慕你的人生阶段 因为我也有过这一人生阶段 这是一门深刻的人生课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的理解 莫里老人接着谈到 如果早知道面对死亡 可以这样平静 我们就能应付人生 最困难的事情了 什么是人生最困难的事 与生活讲和 莫里给出一个平静 而又震撼的回答 这是一个充满哲理的审美立场 弥留之际的莫里 想将自己关于人生意义的思考 流传在世间 于是他决定同他的学生 米奇·阿尔伯姆 一起策划了本书 视为他们最后的合作论文 1959年 米奇出生于美国新泽西州 1979年毕业于布兰黛斯大学 获取文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从事电台主持 体育记者 电视评论员和专栏作家等工作 同时他还是一个活跃于 慈善界的社会活动家 他的三部情感疗伤作品 分别是1997年出版的 《相约星期二》 2003年出版的 《你在天堂里遇到的五个人》 2006年出版的小说 《一日重生》 三本书在全球销量 累计超过2000万册 被誉为创造了 出版奇迹的作家 米奇认识莫里教授 是在1976年的夏天 第一次上来 莫里教授的课后 莫里就成为了 米奇最喜欢的教授 毕业时 米奇将莫里教授 介绍给父母认识 米奇眼中的莫里教授 是一个个子矮小 走起路来 若不经风的老人 莫里教授 穿着长袍的教授 看上去像是圣经中的先知 又像是圣诞夜的精灵 莫里有一双 炯炯有神的蓝眼睛 单耳朵 银勾鼻 两颗灰白眉毛 稀少的白发 覆盖在前额上 牙齿长得层次不齐 下面一排向里凹陷 像是被人用拳头打过似的 米奇父母问莫里教授 米奇在课堂上的表现时 莫里说 你们有一个不同寻常的儿子 这样的评价 让米奇感到害羞 毕业时 米奇送了 印有莫里名字 首字母的皮包 给莫里教授 作为临别礼物 临别时 莫里问米奇 会不会和他保持联系 米奇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当然会 但进入社会后的米奇 忙于工作和生活 并没有兑现 同莫里教授 保持联系的承诺 再也没联系 直到16年后 米奇已经成为了 一家报社的记者 收入丰厚 而莫里教授 因患上 鸡尾缩册硬化症 不得不放弃 自己热衷的爱好 跳舞 这种病 使人陷入 灵魂清醒无比 却被禁锢在 软弱的躯壳中的 处境之中 冠病后的莫里 虽然双腿 已经无法行走 只能坐在轮椅上 但是她并没有 因此感到沮丧 相反 她的思维 甚至比之前 还要活跃 她开始 将自己的思想 随手写在信封 文件夹 或随手 可以拿到的纸帕上 记录自己在死亡阴影下 对生活的思考 接受你所能接受 和你所不能接受的现实 生活中永远别说太迟了 承认过去 不要否认或抛弃她 莫里写下的这些格言 感动了学校的一位教授 毛里斯坦因 他将莫里的格言 整理后 寄给波士顿环球杂志社的记者 记者写了一篇表体为 教授的最后一门课 他的死亡的报道 这篇文章被夜线 节目的制作人看到后 安排夜线主持人 泰德·科佩尔 对莫里进行了三场访谈 米奇正是在电视上 看到病中接受访谈的 莫里教授 被他面对死亡那种 积极且健康的心态 深深地触动了 当时米奇是一家 报社的体育记者 虽然收入高 却终日忙碌 没有时间陪伴家人 联系到莫里教授后 米奇前往波士顿 拜访莫里 在莫里的触发下 米奇猛然惊悟自己 多年来沉溺于工作赚钱 却忽略了生活的真谛 于是米奇便放下工作 像学生时代一样 相约每周星期二 去莫里教授家上课 课的内容是讨论 人生的意义 这堂课每周一次 一共14周 直到莫里去世 米奇将同莫里的讨论 整理成书 相约星期二 本书自1997年出版后 美国图书畅销排行榜 连续上榜44周 同名电影1999年上映 获得52届艾美奖的 四大奖项 米奇因繁忙的工作 而忽视生活的实际状态 事实上也是当下 很多年轻人 所遭遇的情况 于秋雨在本书的 推荐序中说 我们的文化不鼓励人们 思考真正的大问题 而是吸引人们 关注一大堆实力所势 上学 考试 就业 升迁 赚钱 结婚 贷款 买车 买房 装修等等 这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 满足世俗人眼中 标准的幸福生活的样式 疲于奔忙的生活中 很容易会忘了后退一步 此时不妨问问自己 难道这就是自己一生 所需要的一切吗 莫莉老人认为 人们往往将生活中的需要 变成想要 拼命地追求和盲目地攀比 使得最后像马拉松一样辛苦 但最后结果却是劳累压力 远远超过需要 也超出自己享受的本身 洛杉矶时报评论 一本了不起的书 一个作家真正用心灵 去讲述的故事 我们将和大家一起聆听 莫莉老人最后一堂 关于人生的课 探寻生命的真谛 我们了解 《相约星期二》故事的创作背景 主人公是老教授莫莉 和他的学生米奇 作品则是围绕 他们之间的人生课展开 我们一起走进米奇的回忆 老教授的最后一门课 将授课地点 设在莫莉的家里 此时的莫莉因为病情恶化 逐渐失去自理能力 课程的内容是讨论生活的意义 课堂上不需要书本 而是用莫莉的亲身经历来教授 课程涉及主题很多 跟于爱情 工作 社会 年龄 原谅 以及死亡 你要是生活有意义 你就得现身于爱 现身于你周围的群体 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 这是莫莉对只专注于工作 以忽略日常生活而感到迷茫的米奇 说的一番话 米奇在16年后回到莫莉的课堂 那么这堂有意义的人生课 能否带我们走出生活的迷茫呢 故事源起于1994年8月的一天 那是一场闷热的一天 莫莉很早就生出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莫莉是个舞迷 虽然她的舞姿并不优美 但莫莉本人不在乎 是否能跟上舞伴的节奏 因为她是一个人在跳舞 莫莉每周三会去哈佛教堂的一个广场 参加那里免费的舞会 舞会上 人们更多时候 只是将她看作是一个老疯子 而不是著名的社会学博士 一名有着多年教学经验 和多部学术专注的教授 六十多岁时 莫莉患上了哮喘 这让她不得不离开无常 放弃自己保持多年的爱好 几年后 七十多岁的莫莉 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 忽然无故摔倒 这让对自己身体敏感的莫莉 感到不对劲 直到神经科医生夏洛特 正式对莫莉和她的妻子宣布病情 莫莉患上的是 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 这是一种无法医治的神经系统疾病 接到几乎是死亡判决的病情通知后 莫莉同妻子夏洛特 在诊所坐了快两个小时 听医生给他们解释 ALS病的相关问题 一声遗憾地对夏洛特说 是的 她快死了 莫莉感觉自己好像掉入了死亡漩涡 思考着自己该怎么办 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 通常从腿部开始 慢慢向上发展 等到病人不能控制大腿肌肉后 就再也无法站起来 控制不了躯干时 病人无法再坐直 最后病人如果还活着 只能通过一根插在咽喉的管子呼吸 病人的精神意识虽然清醒 身体却无法动弹 因为状态就像科幻电影中 被冰冻在肉体中的怪物一样 所以这种病别称见动症 这种情况最长不会超过五年 一声估计 莫莉最多还有两年的时间 莫莉认为自己所剩下的时间应该更短 走出诊所大门那天 莫莉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 她问自己 我是就这样枯竭下去直到消亡 还是不虚度剩下的时光 决定要勇敢面对死亡的莫莉 打算将她的死亡作为最后一门课程 人都免不了一死 为何不将死亡变得有价值呢 莫莉认为她可以成为一本教科书 让人们从她缓慢且耐心的死亡过程的研究和观察中 学到一些有意义的东西 随着病情的加重 莫莉的身体越来越虚弱 大腿开始日渐萎缩 连上卫生间都不能自理 因此需要用一个大口瓶小便 且小便的时候需要有人扶正 帮她拿瓶子 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件难堪的事情 但对于已经七十多岁的莫莉来说 她却能坦然接受这样的照顾 莫莉平静地说 这就像回到婴儿期 有人给你洗澡 有人抱你 有人替你擦洗 我们都有过当孩子的经历 她留在你的大脑深处 对我而言 这只是重新回忆起儿时的那份乐趣罢了 当有熟悉的同事来看望莫莉时 她会对他们说 听着我要尿尿 你能替我拿瓶子吗 你行吗 莫莉对她的朋友们说 如果想帮她 就不要仅仅同情 而是多来看望她 给她打电话 和她分享他们所遇到的难题 虽然ALS病 让莫莉的生活发生巨大变化 但莫莉的声音仍然是那么有力 能吸引人 她的脑子依然活跃 她要努力地证明 来日无多 同毫无价值 并不是同一词 1995年是莫莉生命最后的一年 这年她已经坐上轮椅 争取时间对所有她爱的人 说她想说的话 当学校同事艾文 因心脏病突然去世 莫莉参加完葬礼后 感到非常沮丧 因为人们在葬礼上说的那些话 艾文再也听不到了 这让莫莉有了一个念头 为自己办一场活人葬礼 这场葬礼上 莫莉听到家人和朋友 对她所说的道词 随后 他们又哭又笑 这场活人葬礼 取得非凡的效果 也翻开了莫莉生命 不同寻常的一页 莫莉坦然面对死亡的故事 受到美国夜线节目的关注 1995年的3月 夜线节目组来到她家 当时著名的主持人 特德·科佩尔 对莫莉进行访谈 访谈正式开始录制时 科佩尔身穿挺阔的蓝西服 而莫莉依旧穿着 皱巴巴的灰毛衣 对此莫莉的解释是 死亡不应该是 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 因此她不愿意 为她涂制磨粉 莫莉对着摄像机 挥着双手 非常有激情地阐述着 她是如何面对 生命的终结 她说 我决定活下去 至少尽力去那么做 像我希望的那样活下去 带着尊严 勇气 幽默和平静 科佩尔采访莫莉的节目 在星期五的晚上播出 节目开始时 主持人特德·科佩尔 在华盛顿的工作台后 有富有魅力的声音说 谁是莫里士瓦茨 为什么你们这么多人 今晚要去关心她 时隔16年 远在几千里之外的米奇 在家随意调换电视频道时 听到了那句 谁是莫里士瓦茨 自从1979年 毕业的夏日 米奇最后一次拥抱 可亲睿智的莫里教授 顺利从布兰黛斯大学毕业后 他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原先答应要保持联系的老教授 实际上 米奇毕业后 同学校的大多数人 都失去了联系 毕业后的几年 社会将米奇磨练得 再也没有当年在校园里 意气风发的样子了 米奇的梦想 是成为一个大音乐家 但几年昏暗空虚的 夜总会生活 和从不对线的承诺 不断拆散的乐队 以及除了米奇 对谁都感兴趣的制作人 让米奇的梦想变质 也让他第一次觉得 自己是生活的失败者 同时米奇最亲近的舅舅 那个教他玩音乐 开车 玩足球的人 在44岁那年 死于一线癌 米奇亲眼看着 舅舅强壮的身体 一天天削瘦 开始浮肿 整夜受罪 痛到整个人变形 这让米奇第一次 感到无能为力 舅舅的死 改变了米奇的生活 米奇感觉时间宝贵 自己浪费和虚度了 太多的光阴 他放弃了音乐家梦想 回到学校 读完新闻学的硕士学位 找到了体育记者的工作 米奇不再追求自己的名望 而是开始写那些 渴望成名的运动员 给报纸和专栏撰稿 开始007的工作模式 几年后 米奇除了写体育报道的评论外 他开始出版体育方面的专注 制作广播节目 经常在电视上露脸 对体育明星和大学生的体育生活 进行评论 米奇成为淹没在美国 传媒的狂风暴雨的一部分 人们需要他 此时 米奇不需要租房 他买了一幢山间别墅 有了自己的私家车 投资了股票 玩命的工作 让米奇赚钱的速度 超出了自己的预期 这期间 他遇到了一位叫 詹宁的黑发姑娘 詹宁不嫌弃 米奇毫无规律的工作 两个人恋爱七年后结婚 米奇结婚后 一个星期 又回到工作中 承诺和詹宁生儿育女 成立家庭的事情 因为米奇一直忙于工作 变得遥遥无期 米奇热衷于自己工作的成就 因为工作上的成就 让他相信他能主宰自己 在末日来临前 享受到每一份最后的快乐 舅舅的厄运 是他命中注定的结局 如果不是随手换台 听到莫里的几句话 米奇的生活会一直 在忙碌的工作中继续下去 米奇回想自己大学的第一年 选修完莫里的第一门课后 又选修了莫里的另外一门课 因为莫里是个 打分宽松的教授 不太注重分数 当他听说 莫里教授在乐战期间 给所有男生打A 使得他们获得 缓一的机会后 米奇开始称呼莫里教练 莫里很喜欢这个绰号 对米奇说 好吧 我会成为你的教练 你可以做上场队员 凡是生活中美好 但我有老都无法享受的东西 你都可以替我上场 16年后 在电视上 见到自己教练的米奇 会怎么做呢 你要是生活有意义 你就得现身于爱 现身于你周围的群体 去创造一种 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 我们一起投米奇 走进莫里的课堂 莫里是如何解答 学生时代的米奇 所提出的困惑呢 以及你是否也有和当下 很多年轻人同样的无奈 分不清 什么是自己想做的 什么是别人期望你做的 进入大学前的米奇 不知道人际关系 竟然还可以是一门 学术性课程 直到遇到莫里后 米奇才相信这是真的 莫里为米奇推荐了 个性和危机 《我与你》 和《分离》的自我等书 这些书是米奇之前 从未听过的 有时候 米奇等到放学时 同学们都离开教室后 同莫里教授单独开始交谈 当米奇向莫里问道 生活中的难题时 莫里经常引用哲学家的语录 然后用她的见解做解释 这让米奇感觉到 莫里是一个真正的教授 而不仅仅是长辈 对于米奇抱怨 所遇到的困惑 我分不清 什么是自己想做的 什么是别人 期望你做的问题 莫里用反向力的方式 给米奇进行解答说 生活是持续不断地 前进或后退 你想做某一件事 可你有注定去做另外一件事 你受到了伤害 可你知道你不该受伤害 也把某件事情 视作理所当然 尽管你知道不该这么做 反向力就像是 牛皮筋上的移动 我们大多数人 生活在它的中间 米奇觉得 莫里的这个诠释 听起来像是一场摔跤比赛 于是她问莫里 谁会赢 莫里笑着回答说 爱会赢 爱是永远的胜者 现实的生活总让人觉得残酷 太多的苦恼与无奈 一边抱怨996的忙碌工作 一边把大量时间 花费在无意义的事情上 比如热点事件 家常里短 职场八卦 电影电视剧上 事实上 生活不管多苦 只有爱拼的人才会赢 16年后 米奇再次见到教授莫里 这次莫里将教室地点设在家中 莫里又对她谈起大学生活 这让米奇觉得 她好像只是过了一个长长的假期 莫里对米奇 怕出了这些问题 你有没有知心的朋友 你为社区贡献过什么 你对自己心安理得吗 你想不想做一个富有人情味的人 这几个问题打乱了米奇的思绪 让她感到坐立不安 曾经米奇发誓 永远不为钱工作 或去参加和平队 为美丽的理想而生活 如今的米奇已经37岁 比学生时代更有能力 每天泡在电脑和手机中 专门写著名运动员的文章 在同龄人中 米奇已经不再显得稚能 不需要穿着灰色的 无领长袖和叼着 没有点燃的烟来做修饰 每天的生活过得非常充实 然而米奇 却总是感到不满足 时常要不禁问自己 我怎么了 忽然米奇想起曾经给莫里的绰号 教练 面露喜色的莫里回答说 是我 我还是你的教练 一个患病的老者 同一个健康的年轻人 两个人在房间里聊着天 吃着东西 教授的问题让米奇陷入了沉思 整个房间变得寂静了起来 这种寂静让米奇觉得难堪 莫里忽然开口说 死亡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 米奇 可不幸地活着 也同样令人悲哀 随许都来探访我的人并不幸福 对于造成人们不幸的原因 莫里认为 是因为我们的文化 并不能让人感到心安理得 我们的文化在教授人们 一些错误的东西 只有非常坚强的人才敢说 如果这种文化没有用 就别去接受它 建立你自己的文化 但是大多数的人是做不到的 在莫里看来 这样的人 比起他这样一个将死之人 是更不幸的 莫里说 我也许就要死去 但我周围有爱我 关心我的人们 有多少人能有这个福分 米奇对莫里这种 毫不自怜的生活态度感到惊讶 坐在莫里这样一位 失去生活自理能力的老人面前 似乎有一种神奇的宁静 就像校园的清风一样 拂去米奇心中的浮躁 几个星期后 米奇到伦敦报道 温布尔顿网球公开赛 英国的天气很暖和 每天早上 米奇会在网球场附近的 林荫小道上散步 一路上经常会遇到 排队退票的孩子 叫卖冰淇淋的小贩 网球场外有个报刊亭 里面卖着五颜六色的 各种英国小报 裸体女郎的特写照片 以及皇家新闻的 八卦新闻照片 这种通俗小报 非常受人们欢迎 很多人津津有味地 读着小道新闻 前几次来英国 米奇一样热衷于看 这些无聊的小报 这次 每当读到这些 无聊的新闻时 米奇都会想到莫里 脑海里会出现莫里 在她那幢长着日本砌树 铺着木地板的房子里 数着自己呼吸的次数 挤出每分每秒的时间 陪伴她所爱之人的画面 莫里如同她自己所说的那样 建立了自己的文化 在她患病之前 米奇就按自己的文化生活 她制定了一个绿屋计划 为贫困的人提供心理治疗 她有阅读的习惯 为她的课 在书中找新的思想 她经常走访同事 同毕业的学生保持联系 给远方的朋友写信 莫里宁愿将时间花在 吃东西 或是欣赏大自然的风景 也不将时间浪费在 电视喜剧 或是周末的电影上 相互交流 相互影响 相互爱护 是莫里建立的一种 人类活动模式 这种模式充实 风吟着她的生活 米奇也建立自己的文化 那就是工作 在英国 米奇同时要做 四到五份询问工作 一天在电脑上工作八小时 将报道传回美国 同时还要制作电视节目 跟着设置组 走遍伦敦的每一个地方 几年来 米奇一直将工作视为伴侣 忙得将一切的事情 都抛在了脑后 有一天 米奇遇到了一群 发疯的记者 因为他们正在追一个 体育明星和其女友 米奇被其中一个摄影师撞到 但摄影师只是随口 说了句对不起 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看着摄影师脖子上挂着的 巨大的金属镜头 米奇想起了 莫里曾对她说过的话 许多人过着 没有意义的生活 即使他们在忙于一些 自以为重要的事情时 他们也是显得昏昏庸庸的 这是因为他们追求一种 错误的东西 你要是生活有意义 你就得献身于爱 献身于你周围的群体 去创造一种能给你目标和意义的价值观 尽管米奇是反其荡而行之 但她认为莫里是对的 公开赛结束后 靠着无数咖啡挺过来的米奇 关掉电脑 清理好工作台 回到住处 整理好行李 已经是深夜 回到底特律 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 米奇倒在床上就睡着了 一觉醒来 看到一则爆炸新闻 米奇公稿的报社 因为工会举行罢工而关闭了 作为工会的会员 米奇没有的选择 人生中第一次失去工作 失去工资 同老板处在对立面 工会的领头人 还电话来警告米奇 不许同任何以前的老板联系 这让米奇感到困惑又沮丧 虽然米奇有着在电视台和电台 打工的副业 但一直以为报纸是她的生命线 将报纸视为生命的氧气 每天早上看到自己的报道 发表在报纸上时 米奇觉得从某个意义上来说 她还活着 随着罢工的持续 不断传来令人焦虑的谣言 说这场罢工可能会持续几个月 这使得米奇熟悉的生活方式 完全被打乱 以往每天晚上都有体育赛事 需要米奇去采访 这让米奇理所当然以为 她是人们非常需要的专栏作者 罢工事件发生后 她才发现原来没有她 人们生活一样照常进行 一个星期后 米奇拿起电话打给莫里 莫里接起了电话 以命令的口吻让米奇去看她 并将时间约定在星期二 莫里和米奇 相约星期二的第一堂课 谈论世界 莫里为什么会将 这最后一堂课定在星期二呢 米奇清楚地知道 老教授并没有去赶自助的 时髦习惯 他站在铁轨上 听着死亡列车的汽笛 心中十分清楚 生活中重要的是什么 米奇需要这份清醒 每个感到困惑和迷惘的人 都需要这份清醒 当我们为了生活 让自己陷入无休止的 琐事之中 只想向前 忘了后退一步 审视自己的生活 你所努力追求的 真的是自己想要的吗 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我们一起听听莫里 是如何看待世界 自怜和遗憾 这三个人生问题的 星期二 米奇如约来到莫里家 从机场到莫里家去的路上 米奇在附近的超市 买了一只火鸡 土豆沙拉 铜心面沙拉 和面包圈 米奇知道 莫里家里有很多吃的 但他只是想有所表示 其他方面米奇帮不了 病重的莫里 只是记得 莫里对吃的喜好 看到米奇 拎了这么多吃的进来 莫里高兴极了 让米奇跟他一起吃 两人一起坐在餐桌旁 这次谈话不需要弥补 失去联系十六年的师生俩 直接回到大学时代时 彼此熟悉的模式 莫里提问 米奇回答 莫里问起米奇 报业罢工的事情 莫里对劳资双方 不能用公开谈话方式 来解决罢工问题 感到不理解 米奇告诉莫里 并不是每个人 都像他那么明智 即便是睿智如莫里 也会有感到不解的事情 并不是任何时候 人们都能理智地处理问题 正是世界的复杂性 决定了认识上的无限性 此时的莫里 几乎失去自理能力 大小便都需要 护理人员辅助 对此莫里感到烦恼 并对米奇说 因为这是失去自理能力 最后的界限 得有人替我擦屁股 使我在努力适应它 我会尽力去享受 这个过程的 莫里把这个 让大多数人觉得 难堪的过程 理解为享受 她觉得自己 又当一回婴儿 以一种豁达的心态 面对被间动症 摧毁的身体 用一种与众不同的心态 看待自己 即将走向死亡的人生 莫里认为 这是必须要面对的 虽然她已经不能出门购物 不能管理银行账户 不能去倒垃圾 但是她仍可以坐在家里 关注那些 她认为人生重大的事情 因为她有时间 也有理由那么去做 米奇打趣地回应 莫里说 要找到人生的意义关键 在于不到垃圾 莫里听后大笑 而米奇感到释然 病中的莫里通过报纸 电视新闻 关心波斯尼亚大街上 被枪打死的无辜受害者 他们所遭受的痛苦 就像是她自己亲身感受一样 说起这些素不相识的遇难者 莫里眼眶湿润了 这让米奇感到不可思议 从事新闻媒体工作的她 也报道死人的消息 采访过不幸的家庭 但她从来没有哭过 而莫里却为半个地球之外的人流泪 也许死亡是一种强大的催化剂 可以令素不相识的人 抱以同情的泪水 莫里对米奇说 总有一天 她会让自己感到流泪 并不是一件难堪的事情 巧合的是 这句话莫里二十年前对米奇说过 实际上星期二 从大学时代开始 就是莫里和米奇的聚会日 大学时期 莫里的课大多安排在星期二 给米奇辅导论文的时间 也定在星期二 所以在栽有日本气书的庭院里 米奇跟莫里再次约定 每周星期二上课的想法 莫里笑着将她换病后 最深刻的体会告诉米奇 人生最重要的是要学会 如何施爱于人 并去接受爱 我们一直认为 我们不应该去接受她 如果接受了她 我们就不够坚强了 但是 有一名叫莱文的智者 不这么看 他认为 爱 是唯一理性的行为 下个星期二 米奇又去莫里家 虽然每次去莫里家 需要坐飞机跨越700英里 但是 每当米奇和莫里在一起的时候 他感到心情格外舒畅 从机场到莫里家路上 米奇不再接打电话 并对自己说 让他们去等 底特律的报业形势不但未见好转 还因为纠察队员 同替补员工的冲突 发生了逮捕 殴打 和躺在街上 拦截运报车的事件 整个事件越来越疯狂 这种社会形势下 米奇和莫里的会面 像是人类善良的清洁剂 一起谈论人生 爱 以及莫里喜欢的话题 同情 为什么 我们的社会缺乏同情心呢 走进莫里的书房 米奇开始观察她的病情 是否有加重的症状 莫里手指还能使用铅笔 或是拿起挂在胸前的眼镜 但手已经抬不过胸口 莫里只能待在书房里 一张很大的躺椅上 椅子上放着枕头 毯子 和一些固定莫里 日渐萎缩的 腿和脚的海绵橡胶 莫里身边还放了一个铃 当她的头需要挪动 或者需要上厕所时 她会摇一下铃 家庭看护人员就会进来 然而有时候摇铃对莫里来说 都是一件艰难的事情了 偶尔没把铃摇响 莫里也会感到很沮丧 米奇问莫里 面对这样的处境 会不会感到自怜 莫里坦诚回答说 有时候会的 那是她最悲哀的时刻 当她摸到自己的身体 活动手和手指 和一切能动弹的部位 屡屡会为自己的机体 逐渐失去活动 或运动功能而感到悲哀 随后 她就会去想 生活中美好的东西 想那些 想要来看她的人 听到有趣的事情 莫里对米奇说 我不让自己 有更多的自哀自怜 每天早上一小会儿 掉几滴眼泪 就完了 这让米奇想到 那些每天早上醒来 将时间花在 自怨自意的人身上 事实上 如果可以控制好心态 每天几分钟的伤心后 再开始新的一天的生活 那么生活的幸福感会倍增 第三个星期二 米奇同往常一样 带着几袋食品 来到莫里家 这次还带了一台 索尼录音机 米奇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 莫里看待人生的态度 是和别人不一样 她是用一种 更为健康明智的态度 面对人生苦难 这台录音机 记录向莫里的人生故事 这次 米奇提出了第一次 在夜线节目中 看到莫里是想问她的问题 就是 在得知自己临近死亡时 会有什么样的遗憾 是否会改变生活方式 当莫里反问米奇 这个问题时 米奇摇摇头 没有说话 莫里看出 米奇对这个问题的 矛盾心态 说 我们的文化 不鼓励你去思考 这类问题 所以 你只有在临死前 才会去想她 我们所关注的是一些 很现实的事情 事业 家庭 赚钱 偿还抵押贷款 买新车等等 无无止境的琐事中 就是为了活下去 因此 我们不习惯后退一步 审视自己的生活中 这些是否是我所需要的一切 是不是还缺点什么 生活不会一蹴而就 需要导师的指引 米奇的导师 就是坐在她对面的莫里 第一期节目收视率很高 夜线节目对莫里 又做了一次跟踪报道 这次主持人科佩尔 和莫里聊起了各自的童年 莫里回忆童年时期 八岁那天失去母亲的经历 莫里的父亲叫查理 归来逃避兵役来到美国 没受过什么教育 不会说英语 经常失业 家里一直很穷 基本靠救济度日 母亲死后 莫里和弟弟大卫 被送到康涅狄哥州森林里的 一家小旅馆 那里有好几家住在一起 但是莫里的亲戚们认为 森林里有新鲜空气 对孩子们来说 会有好处 从来没见过那么多 绿色世界的莫里和大卫 在野外尽情地玩耍 有一天吃过晚饭后 兄弟俩外出散步时 突然下起了雨 他们没有回家 在雨里折腾了几个小时 第二天醒来后 大卫害怕地说他不能动了 莫里以为 林雨让弟弟大卫 得了小儿麻痹症 病好会会留下 跛脚的后遗症 这让九岁的莫里 感到非常的自责 每天早上 每天早上到教堂去祈祷 希望上帝保佑逝去的母亲 和病中的弟弟 下午他到地铁里 卖杂志 晚上把赚来的钱 给家里买吃的 看着莫莫吃东西的父亲 莫里希望能够得到一点 父亲的关心 或是情感的交流 却从未得到过 这让九岁的莫里 感到巨大的压力 第二年 莫里在继母伊娃到来后 得到情感层面的补偿 伊娃是个矮小的 罗马尼亚移民 长得很普通 却有着超人的经历 她身上像光一样的热情 温暖了莫里的家 虽然未能逃离贫穷 但是在这样的境遇下 伊娃让莫里学会了去爱 关心和学习 伊娃要求莫里在学校 成绩优秀 伊娃将受教育 视为摆脱贫困的 唯一解药 莫里在伊娃的怀抱中 养成了对学习的热爱 当伊娃问 长大后莫里想做什么 莫里思考在三后 最终选择了 当一名教师 亨利亚当斯说 教师追求的是永恒 他的影响 也将永无止境 莫里最后成为了一名 合格的教师 而准备好当一个 好学生的米奇 在相约的第四个星期二 会对老师莫里 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呢 米奇 如果你想对社会上层 炫耀你自己 那就打消这个念头 他们照样看不起你 如果你想对社会的底层 炫耀自己 也请打消这个念头 他们只会嫉妒你 身份和地位 往往使你感到无所适从 唯有一颗坦诚的心 方能使你悠然地 面对整个社会 我们一起来倾听 米奇第四个星期二 到第八个星期二 这一期间 同莫里讨论 关于人生 包括对死亡 婚姻和感情 以及对待衰老 和金钱的看法 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会死 却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第四个星期二 莫里和米奇的课程 从讨论死亡这个话题开始 这个星期二 莫里的状态 完全处在工作中 但是她的生命 却在一天天消失 书房里又新添了一台设备 便携的制氧机 这是为了方便 晚上莫里感到呼吸困难时 护工能把长长的塑料管 插进莫里的鼻子 米奇不想将莫里 和机械联系在一起 同莫里谈话时 她尽量避免去看那台制氧机 对于死亡的态度 莫里这样对米奇说 一旦你学会了怎样去死 你也就学会了怎样去活 在患病之前 莫里和大多数人一样 并没有思考死亡 莫里曾对她的一个朋友 又说 我将成为你所见到的 最健康的老人 对于大多数人 都不愿意过多考虑地死亡 这一问题 莫里的观点是 大多数人都生活在梦里 并没有真正体验世界 处于一种浑浑噩噩的状态 做着自以为该做的事情 只有意识到自己快要死时 看到问题的眼光 才会发生大的变化 如果你意识到自己快要死 那么你现在所做的工作 对自己来说也许没那么重要 或许你会把时间腾出来 做些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事情 何谓精神需求 米奇说不出来 但是他明显意识到 自己在这方面是有缺陷的 人们总是过多追求物质需要 可是在物质泛滥的时代 物质并不能使人得到满足 很多人往往为了追求 并不能让自己获得满足的物质 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的爱护的关系 忽视了周围的世界 学会了死就学会了活 莫里把头扭向透进阳光的窗户 因为知道自己快要死了 自然借对莫里的吸引力 就像刚出生的婴儿那样强烈 第五个星期二 米奇和莫里谈话的录音工具 已经从手提话筒 改为电视记者们常用的 颈挂式话筒 因为莫里无法长时间握一件东西了 颈挂式的话筒不时滑落下来 米奇只能探过身去重新别住 米奇开启今天的话题 谈论家庭 莫里对米奇说 事实上如果没有家庭 人们便失去了可以支撑的根基 我得病后对这一点更有体会 如果你得不到来自家庭的支持 爱抚照顾和关心 你拥有的东西就会少得可怜 爱是至高无上的 正如大事人奥登说的那样 相爱或死亡 家庭的含义并不仅仅是爱 而是告诉别人有人守护着你 这是莫里在母亲去时候 最想得到的心理安全 即知道有一个家在守护你 这种感觉只有家庭能给予 金钱给不了 名望和工作也给不了 对于要不要生孩子这个问题 莫里从来不告诉他人 应该怎么做 在他看来 生孩子这件事情 并没有什么经验可循 孩子是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替代的 如果你想体验 怎样对另一个人承担责任 想学会如何全身心地去爱的话 那么你应该要个孩子 莫里问起米奇的家庭成员时 米奇想起小他两岁的弟弟 米奇的弟弟长得不像黑发的姐姐 也不像米奇 但是他像所有家庭中最小的孩子一样 受到家人的宠爱和照顾 米奇的弟弟从小跟米奇的个性 也是完全相反 米奇是学校的好学生 弟弟却是调皮捣蛋鬼 高中毕业后 就一个人跑到欧洲 过着他所向往的 放荡不羁的生活 个性上如此迥然的差异 让米奇相信 成年后的他们 会有不同的命运安排 米奇的一切发展很顺 只有一件事情 是他的心病 那就是舅舅的死 米奇觉得 自己有一天 也会像舅舅那样 突然被疾病带离这个世界 这些年 米奇一直疯狂工作 就是为了在癌症到来前 做好准备 米奇的担心是对的 一线癌真的来了 但是没有找上米奇 而是找上米奇的弟弟 米奇的弟弟像个斗士一样 同疾病做着斗争 五年间为了治病 米奇的弟弟几乎飞遍了整个欧洲 好消息是病情得到了很大缓解 坏消息是 米奇弟弟不让任何家人待在身边 坚持一个人同疾病抗争 这让米奇对不能帮到弟弟感到内疚 同时对弟弟剥夺他关心的权利感到怨恨 这也许是 莫里吸引米奇的原因之一 给予了米奇弟弟所不愿给予的东西 第六个星期二到来时 米奇跟莫里讨论感情 日常生活中 我们需要超脱地处理感情的问题 可能你时常感到孤独 却不敢哭 因为不该哭泣 有时你对伴侣会产生一股爱的激流 却不敢表达 害怕有些话说出来变成伤害 莫里对感情的态度 却是截然相反 莫里认为感情不会伤害人 只会帮助人 只有从感情的困扰中超脱出来 才能进入一种安宁的境界 离开世界时才不慌张 第七个星期二 米奇去看望莫里时 莫里已经需要护工 替她擦洗屁股了 积萎缩性厕所硬化病 已经将莫里最隐私的 最基本的事情 比如上厕所 擦鼻涕 洗澡 吃饭的权利 全部都剥夺 除了呼吸和厌食之外 所有的事情都需要 依赖于他人才能完成 这不是一下子就能适应的 米奇问莫里 是如何保持乐观态度的呢 莫里对米奇说 我是个独立的人 因此我总在同一切抗争 依赖车子 让别人替我穿衣服等等 我有一种羞耻感 因为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 如果你不能自己擦洗屁股 你就应该感到羞耻 我又想 忘掉文化对我们的灌输 生病后的莫里 以一种积极的心态 享受别人对自己照顾的乐趣 想象自己又重回婴儿期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出生时母亲抱你 轻咬你 抚摸你的时候 是否有嫌弃 只有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呵护 从某种程度上说 每个人的心里 都渴望回到完全 由人照顾的婴儿时期 那得到的 完全是一种 毫无保留的爱与呵护 很多人 缺失这样的爱 莫里对衰老并不感到恐惧 她对年龄 有着自己的独特视角 她并不认同中年危机 在她看来 年轻人其实还不够明智 对生活的理解也有限 如果你对生活一无所知 你还愿意一天天过下去吗 乐于接受自己变老的理由 在莫里看来很简单 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加 你的阅历也会更丰富 如果一个人只停留在 22岁的年龄阶段 那么他永远只有 22岁那般的浅薄 你要知道 衰老并不是衰败 而是成熟 接近死亡并不一定是坏事 当你意识到死这个事实 你也会因此生活得更好 可是为什么 人们都向往年轻 回到20岁 没有人自己愿意 回到65岁呢 莫里认为 人们这种向往年轻的心理 反映了他们对生活的不满足 这背后说明他们的生活缺乏意义 如果一个人找到了生活的意义 就不会再想回到从前去 而想往前走 想看到更多 做得更多 想去体验65岁后的那份经历 如果一个人不愿意变老 那么他永远不会幸福 因为人终究是要变老 谁都无法逃避 随着年龄的增长 要许会接受现状 并能自得其乐 在任何时代 年长的人回首过去 或许面对当下年轻人 会产生一种竞争意识 但其实年龄是无法竞争的 第八个星期二 米奇同莫里谈论金钱 他认为很多人 因为盲目追求物质生活 而失去了最为基本的 自我判断能力 生活中总会遇到那些 对新的东西充满战有欲的人 比如想拥有最新款的汽车 最新款的手机 电脑 想拥有新玩具 最新潮的衣服 拥有后 再向他人炫耀自己 拥有最好的物质条件 在墨里看来 这些充满战有欲的人 事实上都渴望得到爱 但又无法得到 只能通过物质 来获得某种具有替代性的感受 实际上 物质的东西是无法取代爱 善良 朋友间的友情 和家人的亲情 寻求生活的意义 就要回到爱 把自己的爱奉献出去 奉献给那些 能给予你目标和意义的创造中去 莫里人生的最后六周 每周的星期二 米奇还会对莫里提出 什么样的人生问题呢 只要我们彼此相爱 并把它珍藏在心中 我们即使死了 也不会真正的消亡 你创造的爱依然存在着 所有的记忆依然存在着 你仍然活着 活在每一个你触摸过 爱抚过的人的心中 我们一起倾听第九个星期二 到第十四个星期二中 讨论的六个话题 爱的永恒 婚姻 我们的文化 原谅 完美的一天 和道别 商业场上 人们通过谈判去获胜 他们通过谈判去获得想要的东西 但爱却不同 爱是让你像关心自己一样 去关心别人 为什么说 爱是唯一理性的行为呢 带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共读 莫里人生最后一个秋天 留给世人的 是积极向上的事情 对莫里来说 最让她受折磨的 不是对她病情的谈论 而是疾病本身 米奇每次去看她 发现她越来越坐不知身子 脊椎已经变了形 每天早上 莫里还是坚持让人 将她从床上抱起来 用轮椅 将她推到书房 同她的书本 纸张 和窗台上的木槿 待在一起 莫里正是用这种 独特的方式生活 并在这样的生活里 发现了 某些包含哲理性的东西 莫里说 当你在床上时 你是个死人 说这句话时 莫里笑了 米奇想 或许只有莫里 才能笑得出来 这是一种苦涩的幽默 在莫里病重期间 夜线节目的制作人和主持人 特德 经常打电话给莫里 想再录制一档节目 为了让节目 只有戏剧性的效果 他们打算等到 莫里只有最后一口气的时候 再来录制 这让米奇感到很生气 莫里笑着 对米奇说 米奇 也许是他们想利用我 增加点戏剧效果 没什么 我也在利用他们 他们可以把我的信息 带给数以万计的观众 没有他们 我可做不到这一点 是不是 所以 就算是让步吧 米奇 米奇看着身体 每况愈下的老教授 心里有一种负罪感 提出 结束最后的一堂课 老教授闭上眼 摇摇头说 不 这是我们最后一篇论文 我们得完成它 于是 第九个星期二 他们选择了 谈论爱的永恒 这个话题 莫里相信 自己死后不会被遗忘 她相信 那么多无比亲近的人 参与到她的生活 爱是永恒的情感 即使你离开人世 你也活在人们心中 而我们 生活在一个 注意力无法集中的时代 人与人的交流沟通中 人们总是将自己的注意力 消耗在琐事上 莫里认为 注意力不能集中的原因 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太过匆忙 没有找到生活的意义 所以总是在忙着寻找 很多人总是想着 要新的车子 新的房子 新的工作 等到他们真正得到 这些东西后 才发现 所追逐的其实是空虚的 毫无意义的 于是又开始 重新奔忙起来 米奇觉得 人一旦忙起来 就很难再停下 其实不怎么难 莫里笑着对米奇说 当有人想抄你车的时候 你举起手挥一挥 一笑了之 让它开过去就好了 不必把时间花在 超车这件事情上 而应该把精力放在 与他人的交流上 米奇对莫里说 他应该是每个人 心目中理想的父亲 因为他所有的奔波与忙碌 都是为了给孩子和家人 更好的生活 而莫里则不以为然 第十个星期二 米奇带妻子詹宁 一起来看望莫里 他们今天要谈论婚姻 对于婚姻 米奇和他所认识的人 都感到困惑 如前中书在围城中说的 城里的人想逃出来 城外的人想冲进去 米奇这一代人 总想挣脱 某种义务的束缚 因此将婚姻视作是 泥潭里的鳄鱼 身边经常有朋友 刚刚结婚不久 就和伴侣选择了 分居生活 为什么会遇到 这样的难题 米奇向莫里提出了 关于婚姻的问题 她是在同詹宁 交往七年之后才求婚 米奇认为这是因为 他们这一代人 比起父辈更谨慎 或者说更自私 莫里这样回答 米奇对婚姻的困惑 她说 在这个社会 人与人之间产生一种 爱的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文化中 很大一部分 并没有给予你这种东西 可是现在这些 可怜的年轻人 要么过于自私 而无法与别人 建立真诚的恋爱关系 要么轻率地走进 婚姻殿堂 然后几个月后 又匆匆地逃了出来 他们并不清楚 要从伴侣那儿得到什么 他们连自己也无法认清 又如何去认识他们 所要嫁娶的人呢 当一些经历不幸恋情的人 向莫里咨询时 莫里会对他们说 爱一个人对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过渡或是生病时 你会意识到 朋友对你很重要 但是当你咳得无法入睡 需要人整夜陪伴你 安慰你 帮助你的时候 朋友有时候是无能为力的 莫里从自己跟夏洛特 44年的婚姻中 得出这样的体会 你通过婚姻可以得到检验 你认识了自己 也认识了对方 知道了你们彼此是否合得来 爱情和婚姻也是有章可循的 如果你不尊重对方 你们的关系就会有麻烦 如果你不懂怎样妥协 你们的关系就会有麻烦 如果你们彼此不能开诚不公的交流 你们的关系就会有麻烦 如果你们没有共同的价值观 你们同样会有麻烦 你们必须有相同的价值观 而这个价值观就是 对婚姻重要性 所具有的强烈信念 婚姻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你没有去尝试 你就会失去很多很多 十月 新纽顿的天气已经开始转凉 垂落在地上的落叶 铺满绿化地 莫里的病情 逼近最后一道防线 蔓延到她的肺部 她已经预见到 自己可能会窒息而死 这让米奇感到无法想象 第十二个星期二 谈论的主题是他们的文化 莫里也相信东方传统哲学 人之初性本善 她认为人只有受到威胁 才会变坏 而这威胁来自于我们的文明社会 来自于我们的经济制度 人在受到威胁时 就会变得自私 只为自己的利益考虑 也因此会视金钱为上帝 而这就是我们文化的一部分 想要不被生活清一果邪 就必须建立自己的个人文化 对于自己文化的建立 莫里这样给米奇和年轻人建议到 我并不是让你去忽视 这个社会的每一个准则 比如说我不会光着身子 去外面转悠 也不会闯红灯 这类事情上 我们必须遵守法律 和社会道德规范 但是在大的问题上 比如说如何思想 如何评判 你就必须要自己选择 你不能让任何人 或是任何社会替你决定 如同女人要瘦 男人要有钱 是同样的道理 这是我们的文化 要你去相信的东西 你别去信它 或许我们的社会 存在着各种问题 但当米奇问莫里 是否有过移民的想法时 莫里说 每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问题 用移民逃避 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你应该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人类最大的弱点 就是缺乏远见 可能我们现在 还无法轻易地估量未来 但我们可以看到自己的潜力 让自己努力去适应 各种发展和变化 当你意识到 你自己快到死的时候 你会相信所有人 都有同样的开始 诞生 同样的结局 死亡 因此人和人之间 怎么会有区别呢 在生命的中途 我们同样需要 同他人相互依存 幸福的生活 就是投入到人类大家庭中去 投入到感情世界中去 建立一个 有你爱的人 和爱你的人 组成的小社会 夜线节目组 在莫里生命 最后的第三周 对其进行了最后的采访 采访结束时 科佩尔问 莫里还有什么话 要对千万观众说的 莫里用微弱的声音说 要有同情心 要有责任感 只要我们学会这两点 这个世界 就会美好得多 第十二个星期二 莫里和米奇讨论的主题是 原谅 我们每个人 不仅需要原谅别人 同时 也需要原谅自己 原谅自己该做 而没有做的事情 不应该让自己 陷入遗憾的情绪中 不能自拔 因为自怨自意 对自我与他人 都毫无帮助 跟自己和解 跟周围的人和解 原谅自己 原谅别人 不要犹豫 莫里死后 希望将自己火化 这个想法 得到妻子和家人的支持 莫里给米奇上的 最后一课 在第十三个星期二 他们谈论 完美的一天 米奇在第十四个星期二 向莫里道别 莫里死于这一周的 星期六 她的家人都在她身边 但莫里是在家人 离开房间时 停止呼吸的 米奇相信莫里 是有意这么做的 莫里说过 她要每一个 她所认识的人 都继续 他们自己的生活 不要因为她的死 而受到任何影响 莫里的最后一堂课 结束于她的葬礼 她心中作为 健康人的完美一天 应该是怎么过的呢 我们将一起回顾 全书的内容 诗说 古之学者必有诗 诗者所以传道 寿业解祸也 人非生而知之者 孰能无祸 祸而不从诗 其为祸也 终不结矣 亲爱的朋友 你的人生中 是否有遇到过 这样的好老师 他将你视为 一块仆玉 用智慧将你 打磨得璀璨闪亮 如果你有幸 遇到这样一位老师 那么你的人生 就不会迷失方向 米奇是幸运的 她就遇上了 这样一位好老师 莫里 莫里在生命 最后十四周 用亲身经历 来教授米奇 最后一堂人生课 教授死后 米奇将最后一堂课 撰写成书 书名定为 相约星期二 我们倾听了 莫里在人生的 最后阶段 将自己对人生意义的思考 通过死亡 恐惧 衰老 欲望 婚姻 家庭 社会 原谅 和有意义的人生 等关键词 同学生米奇分享 并展开讨论 什么是人生的重大问题 在莫里看来 他们离不开爱 责任 精神 意识等分数 她说 今天如果我 还是一个健康人 这些还将是 我要去思考的问题 他们将伴随我一生 如果还有健康的身体 莫里心中完美的一天 二十小时将怎么度过呢 早上起床后进行晨练 然后吃一顿可口的早餐 早餐后出门去游泳 然后邀请朋友一起吃午餐 莫里每次只请一到两位朋友 这样可以谈谈他们和家庭 生活中所遇到的问题 和彼此的友情 午饭后到公园散步 看看大自然的色彩 敬请享受大自然 晚上跟朋友一起去吃 上好的意大利面食 也有可能是鸭子 因为莫里喜欢吃鸭子 吃好晚饭后 到广场去跳舞 跳到井脾历节后回家 美美地睡一个好觉 被间动症折磨 人生最后几个月 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 连脚都无法动弹的莫里 居然在最普通的一天中 找到完美的生活方式 这让米奇感到意外 也在莫里的回答中 找到完美人生的答案 人之所以觉得累 且生活不快乐 不过是因为想要的太多 完美的生活其实就是 简单过好每一天 米奇对弟弟离开家人 周游世界 生病后拒绝见家人的行为 一直耿耿于怀 看出米奇心病的莫里 劝慰说 米奇 我知道不能和你爱的人 在一起是痛苦的 但你应该平静地 看待他的愿望 也许他是不想 烦扰你的生活 也许他是承受不了 那份压力 譬如我就是想要 每一个我所认识的人 继续他们自己的生活 不要因为我的死 而毁了他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关系 并没有固定的模式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需要双方用爱心来促成 给予彼此相对独立的空间 了解彼此的愿望和需求 彼此能为对方做什么 理解各自不同的生活 对于曾经拥有的 美好时光的失去 应该学会 坦然面对和接受 越是不想失去 越会让自己迷失 失去生活的快乐 失去 本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人生是不断结束 重新开始的轮回往复 生与死 是人无法逃避的自然规律 我们所寻求的 不过是平静地面对死亡 莫里说 如果我们可以这样 面对死亡的话 那么我们就能应付 最困难的事情 人生最困难的事情 就是同生活握手言和 死亡终结生命 却无法终结情感的联系 莫里教授 告诫米奇 生活中没有来不及 生命的最后一天 也要努力去适应 各种发展变化 不逃避困难 积极面对 为建立自己的文化而努力 对莫里来说 活着就意味着 与人交流 感受他人的思想 最后一次上夜线节目 莫里发表了最后的感想 别走得太快 但也别拖得太久 莫里虽然已经离开 但是他的人格精神却永存 激励着世界各地的千千万万个读者 米奇问莫里 想怎么写自己的碑文 莫里说 一位终身的教师 如今的莫里 已经在碑文下休息 但是他的课堂却一直都在 通过米奇的相约星期二 他的思想流传到世界各地 他用自己的经历 告诉学生们 真正让人生充实 人生得到满足的 并不是物质上的享受 而是给予他人 你应该给予的东西 比如说 你的时间 你的关心 你的爱护 这些其实并不难 莫里认为当下人 最大的焦虑在于 盲目的物质追求 和竞争的压力下 在向前奋进的过程中 迷失掉自己 在他最后的课程中 其一次次强调 人生最重要的是爱 没有爱 我们都将是折断翅膀的小鸟 莫里从父亲的死 知道了人生 该如何准备最后一段旅程 生活中应该有 拥有爱 关心 拥抱 交流 欢笑和道别 虽然他不曾在自己的父母身上得到 但是 莫里将这些都给予他的子女 学生和每一个他认识的人 将他的人生课堂借助学生米奇出版的书籍 延伸到世界万千读者身上 关于人生意义的讨论课 还在持续进行 为每一个读者 答疑解惑 这是一堂值得每个人都需静心聆听的人生课 当下社会是一个快速发展 充满压力的时代 生活成本高 工作节奏快 特别是生活在大都市中的打工人 往往会感叹找不到自己想要的生活 找不到生活的意义 面对人生困惑的时候 莫里老教授会以过来人的身份 倾听你生活中的迷茫和孤独 为你指点迷惊 从莫里平静超脱的灵魂中 找到关于自己人生的答案 受人以余不如受人以余 莫里用朴实的言语 帮助读者如何以健康阶级的心态 去理解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 只有理解世界 不逃避问题 才能与生活言和 以爱带人 温柔带世界 释放爱 才能接受爱 在爱与亲情 友情中继续生活 才不容易迷失自己 只有建立自己的文化 才能不被世俗文化牵着鼻子走 这堂课帮你放下杂念 思考自己生活的价值 回望初心 什么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呢 这是一堂没有分数 没有成绩和标准答案的课 因为每个人不同的人生经历 必然会产生不同的人生感受 莫里对每一个经过她课堂的人说 你说 我听 通过彼此的倾诉与分享 形成美妙的课堂氛围 生命的终点是死亡 生命的中途和终点 都彼此相依 学会接受爱 使爱与他人的人 终会被世界温柔以待 爱 是永远的胜利者 大家不妨读读原著小说 或许在读完之后 你会对生命有更深刻的体会 喜欢这本书的话 就在留言区 与大家分享你今天的听读感悟吧